恋爱八年的男朋友为了他资助的女学生,将我一个人丢在婚礼现场,他闹着要自杀,我不能见死不救,你懂点是,婚礼一个人也能完成。 我彻底死心,当场宣布我不嫁了,却在离开的路上出了车祸,失忆了,再见面,男朋友满脸不耐烦,你又玩什么新画样。 我抬手给他一巴掌,我去你妈的,窝囊废谁爱当谁当,现在的我,欲神杀神,欲佛杀佛。 我没想到沈叔柔惠穿着婚纱,出现在我跟父亲周的婚礼现场,他静止走向舞台中央,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道,我才是最爱他的人,才是最有资格跟他结婚的人,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第三者,拜托你,摆正自己的位置好吗? 此言一出,人群瞬间躁动起来,这场婚礼的规模不大,但都是两家相近或相熟的亲友, 他们看着我跟父亲周从小一起长大,看着我们从校园走到婚纱, 以至于沈叔柔的出现,让所有人都猛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父亲周便将他拉到一边,历声警告他别闹了, 可他铁了心要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水果刀,放在手腕上, 父亲周,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跟他完婚,等着给我收尸, 要么现在跟我走,跟他一刀两断,话音刚落,他的眼泪应声滑落, 好一个我见有脸,请客间,台下一片哗然, 这女的是不是有精神病?谁让她进来的?保安在吗? 不管了,还是先报警吧,别真闹出了人命。 伴郎团看着正在原地的父亲周,好心提醒,别愣着了,赶紧处理掉啊, 那么多亲戚朋友看着呢。 就是,你忘了你跟楚楚姐怎么走到今天的,别在这时候犯糊涂。 这女的就是有病。 父亲周,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沈淑柔的声音大了一些,带着很明显的狠力。 你把刀放下,有什么事好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跟他,你选一个。 父亲周看向我,只此一眼我就知道,我输了。 只见他猴结动了动,轻声对我说道, 对不起楚楚,我不能看着他去死,你也知道的,他精神状态很不稳定,医生说他受不了刺激。 说完,拉起沈淑柔的手,往门口的方向走去。 我下意识追上去,拦着他,低声哀求道,别走。 他就是故意的,他根本不敢自杀,虚张声势罢了。 这么多年,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他看向我的眼神,明显多了几分厌恶,临目楚。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善度,我已经答应要娶你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舒柔都这样了,你真没必要拿人命开玩笑。 恍惚间,我看到沈舒柔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带着胜利者独有的挑衅。 我被击到了,做最后一次挣扎,父亲周,如果你跟他走,我们就分手。 那就分手好了。 看着他决绝离开的背影,我终于心灰意冷。 于是当众摘到头沙,摔了手捧花,宣布婚礼取消,我不嫁了。 从今往后,也跟父亲周没有任何关系了。 本以为我可以足够冷静,毕竟当年我妈在我面前,从二十几层的高楼跳下去,我都没哭一声。 可如今,看着香满钻石的婚纱从我身上脱下,我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睛。 从十八岁跟父亲周恋爱开始,我就梦想着嫁给他了。 如今八年过去,他为我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 明明十几分钟以前,他还当着众人的面前向我表白。 他说,林木杵,上天对你有诸多不宫廷,很多风雨不偏不倚朝你奔腾而去, 但没关系,以后的日子,由我为你遮风挡雨。 爱上你,是我做过最简单的一件事。 把你娶你回家,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从今往后,我会是你的归途。 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人生所有的创伤都在那一刻被抚平了。 然而交换戒指时,被他资助的女学生沈淑柔穿着婚纱出现在婚礼现场, 亲手为我们八年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 这不是沈淑柔第一次夹在我们中间了。 我跟父亲周恋爱八年,他就纠缠了他八年。 父亲周对他厌恶至极,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 没见过他这么厚颜无耻的女人,说就算全世界没有女人了,也不可能看得上他。 我起初是信了的。 毕竟沈淑柔从来算不上漂亮,他也不可能是父亲周喜欢的类型。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周对他的态度渐渐变了, 他会有意无意地感慨,他有多么可怜。 沈淑柔经常被养父母家暴。 他说自己上初中时,差点被养父强奸。 他说没有我的资助,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他说我是他的恩人,恨不得以身相许。 在后来,我发现他将他的微信置了顶,聊天越来越频繁。 我每次问他都会说,看他可怜罢了,或者说,把他当妹妹罢了。 又或者反过来埋怨我,林木储,你不会连他的醋都吃吧? 也太无理取闹了。 我疲惫至极,却还是在他求婚时点头同意。 毕竟是爱了这么多年的人啊,真的会有滤镜的。 没想到,他让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变成一个笑话。 婚礼现场的宾客渐渐散去,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被父亲周的母亲拦下。 楚楚,阿周只是一时冲动,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沈叔柔那丫头,我们家资助了多年,她确实很不容易,如今又患上了抑郁症,随时有轻生的可能。 阿周他,也是怕闹出人命。 我笑着跟他说,没关系阿姨,我们已经分手了,他跟沈叔柔如何,我一点都不关心。 他有些错愕,忠实什么都没再说。 其实父母对我挺好的,他跟我妈妈是闺蜜。 还记得小时候,我爸带着他的情人跑了,我妈一时接受不了跳楼自杀。 他跪在地下,把小小的我抱在怀里,满眼心疼,楚楚乖,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我会替你妈妈,好好照顾你。 后来的日子,他的确这么做了。 他会在我发烧时陪我一整晚,会学做我喜欢的菜,会像闺蜜一样陪我逛街, 还会时不时送我礼物,让我切实感受到被爱。 我们两家从小就是邻居,我去他们家吃饭的次数,甚至比我自己家还要多。 特别是我妈去世以后,我跟奶奶一起生活,但奶奶常年卧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我就成了父家的常客。 父亲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保护我。 每当别的小朋友嘲笑我没有妈妈,他总会第一时间冲上去跟人打架, 还会拉着我的手信誓旦旦的承诺,楚楚你放心,我长大了一定会娶你。 儿时的玩笑话怎能当真呢? 但我当时的确信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他跟别的女生说笑,我会生气, 看到有人给他写情书,我会偷偷丢进垃圾桶。 在他面前,会不受控制的心跳加速或脸红。 后来我意识到,我喜欢上他了,但他好像一直把我当妹妹。 直到到了高中,追我的男生越来越多,他渐渐有了危机感,才警告对方说, 林木楚是我的,你们谁再敢找他,我让你们在学校待不下去。 我们18岁那年正式在一起,自此再也没有分开。 我们上同一所大学,读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又同在副市的企业工作。 父母经常说,我是有经商头脑的,副市有我在,他才会放心。 至于父亲周,离了我根本不行。 我从未怀疑过他对我的爱,我以为我的余生只会跟他有关, 以至于向来把父家,当成自己家。 可我终究错得离谱,他不是归途,只是过客。 想着过往种种,我的心一阵脚痛,视线也渐渐变得模糊。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我被一辆超速的黑色宾丽撞了。 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便彻底失去意识。 醒来十人躺在医院里,身上多处骨折,头痛欲裂。 林小姐,车祸发生时,你的头部受到严重的撞击, 颅内积血压迫了周边神经,你很有可能会面临失忆, 现在可以试着回想,你能记起多少。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医生,喃喃道,我姓林。 几位医生面面相觑,能联系上家属吗? 已经通知了,说是她的未婚夫,稍后就到。 我心里一惊,我有未婚夫,我什么时候谈恋爱的? 她是谁?长得帅不帅? 手机响了,打开微信便看到一个备注为家狗的人跟我说, 卧槽,真的绝了姐妹,你都不知道沈叔柔那女的有多见, 刚刚她竟然发朋友圈官宣了,官宣了,拉着别人的老公官宣,说他们才是真爱,还是在别人婚礼的当天。 我一脸猛,沈叔柔是谁? 什么婚礼? 谁的婚礼? 见我没回,她继续发,离木处,你他妈跑哪去了? 我告诉你,你可别想不开啊,为这见男见女真不值当的,就算天塌了,也还有我在呢,大不了我娶你,听这语气,我应该跟她关系不错,我在医院,大概半个小时后,家狗吴佳佳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随后松了口气,不记得也好,这样就不用为那个狗男人伤心了。 接下来,她将过去二十几年发生的事情,全部向我叙述一遍,重点还原了我的未婚夫父亲周,如何将我抛弃在婚礼现场,跟小三沈叔柔跑了的名场面。 我听完道西一口凉气,这我也能忍,我有没有当众删她? 你,没有,你躲起来偷偷哭,然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被撞了。 卧槽,我是虐文女主,惨到这个程度。 是的,你是。 她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 正说着,病房门口突然出现一个西装革履,身形挺拔的俊美男人,活像偶像剧里的男主角。 我的未婚夫,该不会就是她吧? 别的不说,对这张脸和身材,我是非常满意的。 你好,我叫习景岩,是我的车撞了你,我愿意负全责。 你的一切医疗费用,我都会承担,还会找护工照顾你,直到你出院。 至于赔偿,你开个价吧。 想到我那个跟小三跑了的未婚夫,我忽然有一种想要报复的心理,于是心一横,问她,你单身吗? 她点点头,那好,我不要赔偿,也不要护工,我要你做我男朋友。 她笑了,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我尽量表现的嚣张,是你的车超速,才导致的这场车祸。 我完全可以报警,把你抓进去,是你主动要求和解的,那就由我来开条件。 她沉默半晌,最终松口,行,你赢了,我有事先回去,晚点过来。 她走后,吴佳佳的眼睛都瞪大了。 她拿着手机,看着百度百科上的资料说道,我就说,习景言,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原来他就是咱们是富豪榜上的那个大佬。 据说他黑白两道通吃。 楚楚,你惹上他,真的没事吗? 我有点犯处。 应该,没事吧? 这本来就是他的错。 正想着,病房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同样很高很帅,但相比于习景言,稍微憔悴了一点。 如果我没猜错,他应该就是我的未婚夫父亲周了,可是很奇怪,虽不记得跟他之间的种种,但看着他这张脸,我竟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 可见以往,他伤我有多深,那我自然不必给他好脸色。 他看到我,满脸不耐烦。 林木楚,我还真是小瞧了你,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能做,还买通医生一起骗我。 看来书柔说得没错,你的确挺能装的。 我真是看错你了,我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他多说,你过来,靠近点。 他照做,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抬手给他一巴掌,我去你妈的。 你,你搞什么? 不明显,教训你这个渣男。 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应该已经分手了吧。 那就请你,带着你的小情人滚远点,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否则就不是一巴掌那么简单。 林木楚,你真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请你现在就滚。 好,这可是你说的,以后别哭着求我回来。 他走后,我赶紧甩甩手。 妈的,脸皮真厚,手都给我打妈了。 吴佳佳由衷感慨,失忆后的你还真是牛逼,就像清空过去一箭重启。 你要是早这样,至于受那么多窝囊气? 嗨,谁说不是呢? 好在现在还不晚。 记忆没了,但智商还是在的。 在吴佳佳的叙述里,我有学历,有能力,有颜值,有身材,凭什么要在一个男人那受气? 男人多的是,不行就换一个。 内耗自己,大可不必。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傅钦周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大概意思就是问我有没有消气。 还再三警告我,别再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不知道她哪来的自信,我怎么会喜欢她呢?品味真差。 所以,我直接把她拉进了黑名单。 临近出院时,我接到一位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说我父亲时到挨晚期,想见我最后一面。 据吴佳佳说,我跟父亲这些年鲜少联系,她只是定期给我打钱而已。 再加上她年轻时为了小三抛弃我和我妈,那么如今她是死是活,真跟我关系不大。 但那位女人说,这些年你父亲的生意做得很大,她一直觉得亏欠你,在遗产的划分上,会向你倾斜。 嗯,有钱哪,那倒是可以过去一下。 离谱的是,我在出院那天,竟然遇到了傅钦周。 她正陪沈淑柔做产检。 沈淑柔怀孕了,我不游在心里冷笑,这就是她口中所说的同情和可怜。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她,怎么会发展这么快? 一边跟别的女人柔情蜜意,一边等我回去完成婚礼。 父亲周还真是可以。 好在现在,我记不起跟她相爱的点点滴滴,自然不会在她身上浪费任何情绪。 我只是觉得有些唏嘘,为以往的自己感到不值而已。 正想着,手机忽然响了。 来电显示是张副总,这人是谁? 林总,可算是联系上你了,这段时间你都去哪了? 你不在,公司都快乱套了。 自从副总在婚礼上闹那么一出,副氏集团的口碑是越来越差, 好几家供应商都不合作了,大客户每天都在流失。 再这么胡闹下去,公司就完了。 我迅速捕捉她这段话的关键信息,立刻明白我在公司举足轻重的地位, 于是脱口而出,那就倒闭吧。 你也别操心了,赶紧跑路,以赴亲周的人品,干啥啥不成。 你记得跟公司的其他人也说说,要跑大家一起跑,早跑早超生。 林总,你这,开什么玩笑呢? 公司是你多年心血,你怎么舍得,行了行了行了,我先挂了。 再怎么,心血又如何? 公司又不跟我姓林,挣在多钱,不也跟我没关系吗? 以前我任劳任怨,大概是把自己当成富太太了。 现在,我看到父亲周就烦,怎么还会跟他有关联? 忽然我灵光一闪。 既然公司的人都听我的,那我何不把公司掏空,自己另起一家? 让公司跟着我姓林,他不相望? 终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我感到时,他已经没了呼吸。 不管怎么说,这时的我应该是难过的,但很可惜,我内心毫无波澜,就好像对于我而言,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而已。 参加完葬礼,我拿到了他留给我的巨额遗产,立即计划着如何让父亲周玩玩。 没想到,还没见到父亲周,他的母亲率先找到了我。 楚楚,我是来替阿周向你道歉的。 这些年,你对他的好,对我们父家的好,阿姨都看在眼里,阿姨心里也只认你一个儿媳。 但是现在,他欲言又止,我鼓励他,阿姨,您不妨有话直说。 现在,沈淑柔怀孕了,我大为不解。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想问,他接着说,你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孩子呢? 我不会让他跟阿周结婚的,只要我还活着,他永远都别想进我们父家的门。 楚楚,你跟阿周是有婚约的。 如果不是上次他来婚礼现场大闹,你早就是我们家的儿媳了。 你看现在,阿姨,我听不下去了,我之前就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跟父亲周已经分手了,婚约早已不作数。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喜欢,但这件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楚楚,孩子到底是无辜的,你就这么绝情。 吴嘉嘉曾说,父亲周的母亲曾将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现在看来,不见得吧? 哪个当妈的,会逼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接受小三的孩子呢? 简直可笑至极。 以往他对我重视,大概是看我有利用价值,毕竟我将他们家的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 现在自己儿子跟小三有了孩子,他立即选择孩子。 至于我,牺牲掉又如何? 想到这,我一句废话也不想跟他多说,只想尽快划清界限。 我喊你一声,阿姨,是看在这些年你对我还不错的份上, 但今天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就预示着咱们的情分进了。 从今往后,不必再联系。 你儿子如何,也不必再跟我说。 怪不得傅钦州的母亲曾说我有经商头脑。 怪不得那位张副总说,公司离了我,根本不行。 看来都是真的。 我的确对经商非常感兴趣。 短短的时间里,我就掌握了现有的人脉资源,摸清了公司运转的模式, 还租好了办公室,轰轰烈烈地开干了。 附加的一部分骨干辞职之后,直接跟着我重新开始, 除此之外,我们又招聘了一部分新人。 公司很快就开始盈利。 在这期间,微信上有一位备注为临时男友的人给我发过一条信息, 林小姐,聊了我撒腿就跑,是不是有点不礼貌? 嗯,这人是谁? 记忆回到出车祸那天,我脑海里闪过三个字。 喜景言。 啊对,他的车撞了我。 我当时没要赔偿,扬言要他当我男朋友。 可我现在不需要男朋友啊, 我只想搞钱,反悔让他赔偿,还来得及吗? 不管了,先试试。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我当时要你当我男朋友, 只是想利用你气,遗弃我那位在婚礼现场跟小三跑了的未婚夫,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我们分个手。 你要是实在觉得故意不去,那就赔偿我也行。 我要的不多,一百万即可。 信息发出去以后,他不回了。 结果半小时后,他就出现在我公司门口。 所以,林小姐是把我当备胎,还是当工具人。 只要你喜欢,都行。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忽然笑了。 林木杵,其实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你。 真没想到,如今我们会以这种方式重逢。 我的好奇心刚被勾起,想等他继续说下去, 却看到一个不该出现的人出现了。 沈书柔,他来干什么? 你跟父亲周退婚吧。 他开门见山道,他不爱你,你站着他未婚妻,这个身份也没意义。 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我怀孕了,孩子是父亲周的。 大闹你们的婚礼现场,是我不对。 但我何尝不是救了你呢? 就算你如愿嫁给他又如何,他的心根本不在你这。 哦,我明白了。 我只要一天不跟父亲周公开退婚,他就一天背上第三者的骂名。 那么将来他的孩子出生,就是父家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 这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应该很难受吧。 他来逼我退婚,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偏不如他愿。 哦,是吗? 我挑衅他,你怎么知道他的心不在我这? 如果你真的确定,今天就不会来找我了。 你来找我,无非是父亲周跟他的母亲都不同意让你进父家的门。 毕竟你,上不了台面,似乎被我说中了。 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看向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狠力。 林木杵,你别得意太早。 他威胁我道,我有的是办法让父亲周厌恶你,也有的是办法让父亲周的母亲从此恨你。 我吃笑一声,好啊,那你尽管放马过来。 话音刚落,他忽然拉着我放在他的肩膀上。 下一秒便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紧接着一声尖锐的喊叫声划破天际,我看到他的白裙瞬间烟红一片。 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女人还真够狠的。 还好我一早就知道他来者不善,提前录了音。 救护车来了以后,我跟着去了医院,等着看他接下来的表演。 我的临时男友习景颜也跟着去了。 他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果然,他从医院醒来后,立即开始演。 楚楚姐,我知道你恨我破坏了你的婚礼,恨我从你身边抢走了青州,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 你就算再容不下我,也不能对我肚子里的孩子下手啊。 说着说着,他硬硬哭了起来。 林木楚,父亲周看向我的眼神满是痛心和失望。 本以为靓你一段时间,你会冷静下来,低头向我认个错,或许我还会大发慈悲,补你一场婚礼。 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好歹,非得把自己的路堵死。 好奇怪,明明他说的是汉语。 组合起来,我却一句都听不懂,我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他怎么会以为我们在冷战? 怎么会以为,我依然在上赶着当他的父太太? 以前的我,在他面前到底有多见? 才会惯得他这么蹬鼻子上脸。 刚想反驳他,他的母亲突然开口了。 楚楚,殊柔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就算你嫉妒他,也不至于用这种手段吧。 我那天已经跟你说了,我不会同意他进我们父家的门的。 等孩子生下来,你依然是名正言顺的父太太。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如果你愿意,孩子大可以养在你名下。 我再也忍不住了。 扑斥一声笑出来。 这母子俩还真是奇葩呀。 怪不得都说,有其母必有其子,有她这样的母亲,父亲周有多自信都不奇怪。 但到了这一步,撕扯已经没有意义。 我实在不必跟他们多费口舌,降低自己的档次。 于是我转头问病床上的沈叔柔,你确定是我把你推下楼梯的吗? 确定是我想害你,想害你肚子里的孩子。 不然呢? 难道,还是我自己推的自己? 好,很好。 说完我拿起手机报警,说有人诬陷我。 我要告他诽谤。 当我把那段录音交给警察时,沈叔柔彻底闭了嘴。 但我坚决不撤诉,势必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父亲周也很快得知,沈叔柔的孩子本就保不住。 早在他去找我之前,医生就已经告知他胎庭了,他这才故意去找我,想将孩子没了的事嫁祸于我。 这样一来,父亲周会恨我,对他会愧疚。 父亲周的母亲也会恨我,毕竟我害了他的亲孙子。 没了我这个阻碍,他何时能嫁进傅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不得不说,他考虑得挺周全。 但他万万想不到,我预判了他的预判。 我是失意了,不是失智了。 自从我捋清人物关系,就已经对他有了防备之心。 我不害人,也不会让人白白害了我。 经这么一闹,父亲周彻底厌弃他,转而来纠缠我。 那天跟你一起去医院的人是谁? 他一开口便咄咄逼人。 林木杵,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还真就不明白了。 我什么身份? 发生了这一切,他不会还以为我是他的未婚妻吧? 这个男人真是疯得不轻。 不等我开口,习景言便替我回答了他。 我是他男朋友。 男朋友? 你们,对,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林木杵,他继续转向我。 你闹,也要有个限度。 我承认在婚礼现场丢下你是我不对, 也承认不该跟沈淑柔不清不楚。 但他有抑郁症,医生说他随时有可能轻生。 我只是想救他,你连这点同情心也没有吗? 至于随便找个男的来报复我, 我真是被气笑了。 你就人都就到床上去了,都把人就怀孕了, 你还要脸吗? 还有,别动不动就拿抑郁症说是, 你这样是侮辱了那些患有抑郁症的人。 明明是他自己犯贱,跟有没有抑郁症无关。 可我们在一起整整八年, 这八年来,你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我, 我不信你说放下就放下, 爱信不信。 说完拉着习警言,就走。 他不由分说地追上来, 却被习警言一拳打翻在地。 他历生威胁道, 你是听不懂人话, 他跟你早就没关系了, 再这么纠缠,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不得不说, 习警言真的好适合拿来当男朋友。 他长得帅又具有钱, 关键还非常有眼力价, 于是他是真上, 演技非常好。 有他在我身边, 确实有安全感多了。 至少父亲周在来骚扰我时, 有人可以挡一阵子。 连我闺蜜吴佳佳都说, 我这是因祸得福。 退一万步说, 如果习警言这种极品男人 真成了你男朋友, 你当初被他这么一撞,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我一阵无语。 你忘了当初我在病床上躺多长时间? 不管他是不是我男朋友, 这笔账早晚都得算。 不过我暂时没时间, 我忙着挣钱。 公司走向正轨以后, 我忙着物色新的供应商, 整日辗转于各个工厂, 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 开发新的客户, 忙得不亦乐乎。 相比于情情爱爱, 这种打拼事业的日子, 好像更适合我。 我一早就知道。 我能让傅家的公司离不开我, 自然也能将自己的公司经营得 会声会色, 只是当初太过恋爱脑, 根本没想过这一层。 不然的话, 早就是富婆了。 果然, 男人只会耽误女人挣钱, 一点用都没有。 在我彻底将父亲周抛诸脑后以后, 他竟开始对我死缠烂打。 他坚持认为, 我只是失忆了, 不记得自己有多爱他, 等我想起来, 就会非他不嫁。 我懒得理他, 直接警告他, 再这么纠缠我, 我只能报警了。 他根本不听。 可他越是这样, 被他玩过以后, 又惨遭抛弃的沈淑柔, 越是不甘心, 他将所有的恨, 全部转嫁到我一个人身上, 在我独自去见客户时, 发疯般朝我转过来, 就这样。 我又一次因车祸住进医院, 跟上次习警言撞我不同, 沈淑柔这事故意伤人, 警察局和精神病院, 我总要送他进去一个, 这次他彻底跑不掉了。 不过这次车祸, 有了意外收获, 我丢失的记忆找回来了。 我想起我跟父亲周如何相爱, 想起如何一手将父家的企业撑起来, 想起他跟沈淑柔的纠缠, 想起他对我的种种伤害和背叛, 当这些记忆如潮水般奔涌而来, 我有一种濒临绝望的窒息感。 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他的恨只是表面的, 那么记忆恢复以后, 就变得具象化了, 变得深入骨髓, 连呼吸都透着灼烧的疼痛感, 令人作恶, 令人胆寒。 过去这半年, 我真的活得好卑贱, 父亲周似乎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又或者彻底意识到了对我的爱, 总之得知我记忆恢复以后, 竟恬不知耻地举着戒指向我求婚。 他问我, 还能不能嫁给他? 我一个字都没回, 他就在我家楼下跪了整整一夜。 我只能在第二天醒来时报警, 告他骚扰。 当他被拖走时, 我一次也没有回头,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我根本不稀罕。 没过多久, 父亲周的公司就面临破产, 还欠下很多外债, 父亲周的母亲原本心脏就不好, 得知这一消息, 直接大病一场, 再也没有起来。 期间他曾找过我无数次, 但我连他的面都不会见了。 他曾有恩于我。 我一曾真心待他, 我们两不相欠了。 只是, 我一直以为父家的公司倒闭是必然, 毕竟父亲周的心思从不在工作上, 也没有做生意的头脑, 没想到, 竟还有外力的存在。 因为习景言跟我说, 送你的这个礼物, 你还喜欢吗? 我有些不理解, 其实他不必这么做的。 谁料他说, 你不觉得在整个故事里, 我的存在感很低吗? 不做点什么, 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我笑他脑回路轻奇。 这本就是与我有关的故事啊, 你只是一个男配角而已, 不管有没有你, 我都不会原谅他, 都会靠自己的力量把他打垮, 这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要强。 以前? 你还记得我说过, 很早以前就认识你吗? 据他回忆, 我在读初中时, 有一次去我父亲的公司找他要钱, 说奶奶病重, 如果他不管不顾, 就将他告上法庭。 那时候习景言就在现场。 他掌握几岁, 大学毕业后, 接手了家族的生意。 他去我父亲的公司, 就是谈合作的。 没想到意外撞见了我。 他说,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倔强的人, 有一种同龄人不具备的坚韧, 那时我就知道, 你以后会是个很厉害的人, 不会比你父亲差。 那当然了, 他只是个抛妻弃女, 又不忠不孝的渣男罢了。 说到这, 我们一起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相信宿命。 原来很多年前, 我们就已经遇见, 兜兜转转之后, 又一次重逢。 后来, 他真的给我转了一百万, 说是给我的赔偿。 我心里一惊, 他该不会要跟我划清界限吧? 毕竟当初我说, 不要他当我男朋友了, 才要的一百万赔偿。 正当我心灰意冷之时, 他说, 这是我欠你的, 把你撞伤, 本来就是我的错。 如果你非要多想, 就把它当成财礼吧。 我急忙否认, 我没多想, 我可不想结婚。 我钱还没挣够呢? 不可能再一次栽到男人身上。 后来, 我忙着扩大公司的规模, 关于父亲周的事都是听说。 据吴家家打听到的消息, 父亲周在公司破产后, 只身去了非洲, 在那里遭遇暴乱, 至今生死未卜, 他的母亲得知后突发心梗, 没多久就去世了。 而沈淑柔的确检查出了精神疾病, 最终进了精神病院, 至今还时不时念叨着, 林牧楚去死, 别想着跟我抢父亲周, 他是我的, 我的, 必时听到这些, 我的内心再无任何波澜, 他们终究只是我生命里的过客罢了。 关于父亲周, 我不后悔爱过他, 删除我人生中的任何一个片段, 我都不会成为如今的我。 记得很多年前, 在书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大多数女性一生都在证明两件事, 一件是证明自己漂亮, 另一件是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只有少数人早早清醒开悟, 不再寻求他人认可, 明白比起自证, 自爱才是这一生要完成的课题。 是啊, 这一生遇见谁, 被谁爱, 被谁伤害, 其实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 是能不能在这些际遇里, 找到更好的自己, 然后爱上自己。 我很庆幸, 我明白了, 无论谁跟我在一起, 都会收获乐趣和开心, 平静和幸福, 无论谁错过我, 都会他的损失和遗憾。 父亲周, 他只是单纯的命不好罢了, 而习景严命好不好, 往后看他表现。